台中市政府已经推行4年的公车8公里免费 身或市民肯定 也提升不少民众搭乘交通运输的意愿 为了将福利再扩大市长林佳龙再加码 推出公车10公里免费 要让更多人来搭乘公车 未来全程免费搭乘公车比率将从85%渴望提升至92% 每月免费搭乘人次也将大幅增加 台中市过去推动了8公里免费 公共运输的使用量公车的搭乘的比例 在最近的调查里头 已经爬升到公车大概5%到6%左右 为了让这样的一个公共运输搭乘的比例再往上提 台中市政府就决定 我们把8公里免费从7月8号开始变成10公里 省钱方便又安全 而且把BRT的原来已经冲出来的 这一个搭车人数不但不会下降 而且再继续冲高 市长表示免费公车延长到10公里 除了搭车的公车组与学生组可直接受益 原本上海屯地区的重要交通运输点 更包含在免费优惠范围内 除了便民还可以缩短城乡差距 市府也不会因此增加预算 比较偏远地区的我们因为要鼓励这些客运公司能够开辟偏远路段的公车路线 我们的补助会比较多 市区原来就是搭乘的人就比较多 它的利润比较高 相对就会做一些调整 所以总的来讲 全市民都会受惠 但是我们的公车补助的经费 并不会显著地增加 免费的优惠措施将会持续推动 直到公车搭乘人数超过全市人口10%以上 市府也希望借由提高大众运输工具的使用率 让交通更顺畅 而7月8号上路的优化公车 也同样适用10公里免费优惠 记者杨春环台中采访报导